嗨 我是MNike 叫A夢 或E夢 或雷夢 今天又是我們的少女戰華 這次想要來稍微聊聊競技場的部分 開服也過一段時間了 剛開服就入坑的玩家練度也提升了不少 畢竟競技場是一個很需要練度的地方 如果大部分玩家等級跟星數都還上不來 那就單純是比誰等級高一點嘛 所以我覺得是時候來看一下競技場了 我們先分析一下競技場的戰鬥 然後藉此去推薦一些角色吧 競技場最大的特點就是全AUTO戰鬥 雖然大部分人推圖應該也是全AUTO 但至少有可以手動操作的選擇 如果真的推不過的話可以操控一下 競技場就不行了 你只有全AUTO一個選擇 在這樣的情況下角色就會有穩定度的問題 例如打一排的技能 可以指定打後排的技能 在AUTO的情況下有沒有打歪就會影響勝敗 或者是有些角色搭配有所謂的COMBO 這個COMBO有沒有達成就也是個問題 所以打競技場的時候 全場攻擊的角色就會變成更好的輸出角 畢竟如果對方是嘲諷 那你全場攻擊直接當沒看到 如果對方是分擔傷害的坦 也可以集中火力推坦克 這種回合來說還是穩定度比較高啦 所以有三個輸出角色是比較推薦的 第一就是這個系列一直提到的伊斯卡 伊斯卡真的是現階段很強勢的角色 在各方面都有出場空間 再來是刺客類型的娜希 他還是全場攻擊 但針對後排敵人有傷害加成 在競技場的環境還是很好用的 第三個就是我也很想要 但是一直沒有抽到的史蒂芬妮 但史蒂芬妮有一個問題是 他的技能組是有COMBO問題的 要先用2技上灼燒 然後1技火球會多一個範圍傷害 所以在競技場的穩定度就沒有這麼高啦 AUTO有沒有做到COMBO就會有差別 另外如果你是已經有辦法爆拉星數的狀態 初始一星的索尼亞也是不錯的選擇 三招都是樸實無華的傷害技 也算簡單明瞭啦 即使是AUTO也能好好發揮 舒舒角的部分就講到這邊 其實比起舒舒角 彈補是更重要的 鬥士跟守護類型的角色 本身血防跟其他類型真的差不少 童練度下差個1.5倍差不多 再加上有防禦類型的技能 坦克倒了之後通常很快就會結束對戰了 只是現階段 坦補的選擇真的不多啦 基本上跟上次坦補那部影片講的差不多 所以重複的部分我就不多提了 以競技場來說這邊推薦比較強勢的一坦兩補 坦克的部分是戰士分類的 赫蓮娜補師 第一隻推薦是這個美琴 這兩隻都有一個回血效果比較強勢 赫蓮娜是每次被打都會回血 美琴則是每回合都會補血量最低的隊友 在競技場AUTO不一定幫你放補血的情況下 這兩招都可以有效提升生存能力 只要對方的坦克比你的早倒 勝利的就八九不離十 另外還有一個推薦的補師就是 佩德莉夏有額外多增防跟增攻擊的效果 相較於還有帶一點輸出的補師 佩德莉夏對於生存能力的提升是更優秀的 但還是比較推美琴啦 畢竟佩德莉夏這些效果也是放在技能 搞不好AUTO就死不開二技 好啦今天簡單提了一下競技場 有鑑於現在的坦補的選擇比較少 3分3的部分應該沒辦法插出太多火花啦 今天就針對EVE的部分推薦一些角色 希望能幫助到已經玩一陣子 然後開始想要推進一下競技場的朋友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